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這一集的《香港奇案》 真是不好意思了 各位女友們 首先小弟有放假 放假的途中感染了一些風寒 然後就發燒感冒喉嚨痛聲音 當然我沒有煙酒過多 但是睡眠極度不足 所以就病了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被蒙蒙升沙沙 待會久不久就哭哭哭哭 我想就會影響到《香港奇案》一氣可成的 這一種演繹的這種方法 但是休息了幾天都知道就算了 無論如何回復七八成的功力 我想來演繹今集的《香港奇案》 各位女友們應該都會收貨的 希望各位容許小弟遲了這麼久 才有新片播出 不過今集大家都希望滿意 和大家去分享這一宗奇案 這宗奇案不是很久之前 是2018年6月26日發生的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說這一宗奇案很久 因為6月26日是小弟的結婚周年紀念日 而這宗奇案發生的時候 當時老鱷當晚也準備要和太太慶祝 當時結婚的周年紀念 大大話說就是六年前 那時候就是24年的結婚周年紀念 今年我已經結婚了30年了 我真的在想一下 折磨了我太太有30年這麼久 我真的有時心表歉意 對她不夠好 這一集當然不會拿《香港奇案》送給她 但是剛剛適逢 在我們結婚26週年發生的當日 我還記得當時我還要做外景 要拍攝MHK TV這些節目 當時知道有這樣的案件發生 其實也…不是吧 在香港裡面有槍擊案 較早前有一宗的槍擊案 跟大家發生過 在屋邨裡面有一個大陸男 拿槍射人 然後到最後就自轟,身亡 大家都在香港奇案裡面 小弟也跟大家分享過這宗案件 香港以來一直都不是說 有這麼多一些開槍殺人案 這些情況發生 我想不多不少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叫做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 香港的朋友就不可以擁有這些槍械 所以大部分的香港奇案 說到涉及生命傷害人的一些用的武器 刀、繩、毒藥 甚至有些用燒炭這種方法結束生命 很少用槍械打死人 這一宗事件都算是在香港裡面少有 用槍械傷及人命的這些案件 那些較早前 都在說四、五、五年代 那些什麼雙槍的賊 或者跟警察裡面對峙 那時候就是因為國共內戰 或者二戰完了沒多久 很多人都可以接觸到一些非法的槍械 但是自從香港逐步買一張小鞋 小鞋變了發達 發達變了國際都會 在治安裡面 當時的警察也管理得很好 槍械的流入不是這麼嚴重的一件事 所以香港很少有一種槍械的傷人 或者傷及別人性命的一些案件 而發生的地點 也是老鵝裡面 經常都會經過的一個地點 就是這個質如沖的一個公園 而質如沖公園 為什麼跟老鵝會有這麼緊密的關係呢 大家都知道老鵝會做過廣告重業員 而質如沖公園 基本上就是我當時最後一宗廣告公司 一個TBWA的時候 他們的辦公室 正是在太古城的商場裡 一個第四期 而太古城的第四期 一進去就是質如沖公園 很多時候 我都會經過一個質如沖公園 去另一邊的質如沖那邊 找東西吃 又或者吃飽飯沒有東西做 有時想今天很繁瑣 忙碌的生活 都去質如沖公園散步 呼吸一下空氣 甚至我們當時 曾經拍過一個繪本的廣告 我還動用了一位網友的兒子 草餅仔 也都在質如沖公園裡 拍過這個告白 所以我都經常去質如沖公園 這一個地方 但想不到 你經常去經過 甚至經常去走過的地方 竟然發生了一宗嚴重槍擊的意外 而這間槍擊的事件裡 竟然涉及了兩條人命的一種喪生 真正在摩近阿摩園 竟然在平時經常都經開的地方裡 出現一宗槍擊殺人案 而這宗槍擊殺人案 當中牽涉的過程 可以說是有幾個字來形容的 喪心病狂 忘恩負義 毀過於人 糖水滾糖魚 而來形容整件事 事緣就是 有人因為家庭裡的 一些產業承繼權的糾紛 而造成一個導火線 然後身為不憤 職怨已久 然後用他們 不知如何拿回來的一支手槍 了結了兩個親戚的性命 事緣就是在2018年6月26日 的下午三點鐘 就在這個質魚蔥的公園 近糧亭的部分 當時有一個圖人 差不多經過這個質魚蔥 太古城中心的第四期 然後他們突然聽到 啵啵兩聲 就不太為意 以為附近有些工程 一些撞擊聲 不是很特別大的聲響 彭啵兩聲 觸發了他有一個 注意力之餘 而同時之間 他覺得事件 有一個不尋常的地方 就是認他面而來 有一個身上染有血跡 不知他公定那 的人形物體 在衝進去這個方向 然後就去這個太古城中心 第四期的商場 進去 就是處進去 而在後面 就聽到有人 就是呼叫 哎呀打死人 打死人 幫手 截住他 截住他 而他朝著這個聲音 去看他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質疑中公園 近涼地部分裏面 有兩個人 就是倒餓了在這個地上 身上也有一些血跡 而他旁邊也有一些 懷疑是他親人 或者是他朋友的朋友 就在那裡叫 截住他呀截住他 截住他 拿槍打人呀 這樣 這樣的情況 這位朋友 聽到這樣說 就二話不說 就跟著那個 他在他面前 輸入這個太古城中心 方向的人 就跟著他 但是他當時 完全沒有想過 怕這件事 即是很本能 人家叫他追 那個人 他就馬上去追 這位老友 既然是膽炸命便宜 真的沒有分析清楚 事件是怎樣 就馬上去追捕 這個懷疑 開槍打人的一個疑犯 沿著這個樓梯 一直上了上面 太古城中心 這個第四記 那當時 這個人 就看到這個疑犯 不知攻擊那的人 就揣進去 這個太古城中心裡的商場 然後他又看到一些保安 叫麻煩保安 他開槍打人呀 幫忙截著他呀 截著他 而這個懷疑 槍傷人的疑犯 面不紅氣不喘 神正也很平靜 突然之間 看見他絲絲然地 坐在一個商場 靠近玻璃的位置裡 神情很冷漠 很冷靜 然後在一個身上 隨行的袋 背囊裡 就拿了一瓶水出來 慢慢喝 那當時的保安 就是聽到人家說 他開槍打人 即時要報警 就叫了一個警察 就找人來支援 那也都有一些很聰明的 一些OL 就是吩咐一些保安 不要讓他走 快點截了門 就是鎖上門 不要讓他在門 就走出去 那也都是開始 就是盯緊他 圍著他 那也都是慢慢 就好像想去制服他 但是這個懷疑 開槍打人的這個疑犯 就是神情冷靜 冷漠之餘 就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抗 就被當時的這些保安員 制服了 然後就被捕捉了 或者可以說 令到他不會走來走去 然後警察才來到 當時就在他身上 就找到一枝手槍 而這一枝手槍 就是一枝很細型的一種 叫做Baretta 950 Jet Fire.25厚徑的手槍 如果俗識軍事的朋友 都知道這把手槍 就是意大利出產的 一些智慧型的一枝手槍 那警察來到這個時候 就看到一個半公拿刑的 一個的物體 就站定定了在那裡 坐定定了在那裡 被保安員捕捉了他 而他不動之餘 就問他做什麼事 我開槍射了兩個親戚 因為我和他有一些仇口 就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大量的警員 也都到了這個現場 也都去到這個 則如沖的公園 近涼頂的地位 發現有兩個的 一男一女的朋友 就是堵沃在地上 而堵沃在地上 旁邊也有一些傷者 身上也有明顯的槍 槍傷在這裡 突然之間 先調一調 因為日頭就轉了那邊 否則我的臉就黑了 而四個雙槍 倒地在地上 和清醒的兩位的朋友 全部都是一家人 姓詹的一家人 首先有一個年紀老邁的婦人 躺在地上 認識了她的身份 就是八十歲的一位 屬於他們四個親戚裡的大家姐 一個叫尖少芳的八十歲的女士 當時醫護人員和警察來到的時候 就看到她的前額和後腦 都有一個蛋洞 而血液就在那裡 鼻鼻鼻鼻流 另外有一個躺在地上 就叫做尖前驅 也是四個雙者裡面 排行第三個三哥 而當時她的後腦裡 就有一個很… 抱歉 這個四弟字真 尖鎮基 就是她四個親戚裡面 排第三個叫尖鎮基 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 她的後腦就有一個明顯的重槍 而另外有一個受傷的男子 就剛才我說過尖前驅 這位人士 當時就是她七十二歲 就是四位排行第二的哥哥 而她手臂裡面 就是在一個左手臂裡面 就是中了槍 然後還有一位女士 也是身中兩槍的 年紀較輕的六十歲 最小的四兄妹裡面的妹妹 就叫做尖小圍 就是六十歲 當時的左邊的身邊裡面 手臂和手腕應該是中了兩槍 再簡單來說 當時有四兄弟姊妹裡面 一個排行罪長的姐姐 叫做尖小方的女士 八十歲的女士 後腦和前壓就是中槍 排行第二 一個尖前驅七十二歲的男士 左臂就是中了一槍 排行第三 一個叫尖鎮基 六十二歲的男人 後腦裡面中了一槍 而剩下的這個妹妹 尖小圍 左邊的身邊 左上臂和下臂就是中了兩槍 而這個尖小方 在後腦和前壓分別中槍的 這位年紀年齡的 八十歲的女士 當場已經是證實這個死亡 而這個尖鎮基 當時他後腦中了槍 仍然有生命跡象 就馬上送去這個醫院裡面 進行這個搶救 當時在場裡面 還有一位的親戚 他就是姓魏 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男人 就叫做魏徑東 這個魏徑東 就是屬於 剛才所說的四兄弟姊妹裡面的 這個兒身 而走去這個太古城方向裡面 後來警察人 指出他這個身分 就叫做這個 占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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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歲的這個人士 就這樣聽他的名字 叫占孝傑 你就不知道清楚 究竟他是宮廷那 那個名字這麼男性化 但是也看他的樣子 剪到起了角頭 穿著一件鋪奴衣 這樣的情況 作這個中性 男性化的打扮 原來他是一個女人 不是開玩笑 而這個占孝傑 竟然就是剛才所說的 在現場這個質餘蔥 這個公園裡面 找到的一個沒有受傷的 其中一個人的親戚 就是他們的兒身仔 這個魏徑東的妹妹 為什麼他姓魏 那個人就姓尖 原來我再會跟大家說說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他不姓尖 然後他不姓魏 不像他哥哥 就改成了姓尖 我再會跟大家說 而identify他這位半公那 四十四歲的這個占孝傑 原來他這個身分 是一個女保鏢 先講講當時這個占孝傑的表現 他異常冷靜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他跟警察告訴他們 他曾經因為跟這群的親戚 有仇口 所以就約他去這個質餘蔥公園 討論一些關於遺產的問題 然後就拿槍拿下他們 很配合同時之間 亦都告訴警察 他在香港裡面這個住所 這個住所 警察就立刻就派警察 就封鎖他的現場 對他的這個住所 進行這個徹底的這個手術 好了 講講在現場 撿到的那把這個槍 證實就是屬於這個占心傑所擁有 亦都是他用來扎下了他的 或是他的阿姨和他舅父的一把槍械 而他媽媽原來就是受傷的四位 他的兄弟姊妹裡面的長者 就是大家姐 但是這位的大家姐就在2015年 已經去世了死了 好了 那這一把槍的Beretta 其實如果熟悉軍事的朋友 就會知道它是一把很輕巧 防衛型的這種手槍 就是基本上很多人 就當它是一種second arm second hand的第二把 second gun的手槍 特別就是很適合一些女士們用 第一 譬如它收藏在手袋裡面 或者是在一些褲袋裡面 甚至是很貼身地收藏 亦都很輕便的 這把手槍其實講講那些尺寸 給大家聽 長是比超哥的陰莖 120cm 重大約280g 就是超哥扯行期的時候 都不夠那麼輕便的 OK 這個槍就是 槍管長60cm 差不多就和超哥的陰莖 都是差不多左右 都是很短小 超哥就不知道是否精悍 但是這把槍絕對是 短小精悍的這把手槍來的 如果它有貼身裝滿彈藥 它可以進入到8.25口徑的子彈 如果你先上了唐一顆子彈 然後才進入貼身 總共有九發子彈 找到尖心傑曾經開火過的這把手槍 看到裡面還剩下五發子彈 換句話說 剛才它應該可以 如果裝滿彈藥 開到四發子彈 而看回 我應該搞錯了 應該剩下四發子彈 而它應該可以開了五發子彈 看回二依中了 就是額頭和後腦中了兩槍 三舅虎 就是中了後腦那槍 前後有三槍 這個大舅虎左臂中了一槍 就是四槍 然後跟著就是這個 另一個阿伊也都中了兩槍 其實不是 中了六槍 講一講 一個人中了兩槍 一個人中了後腦一槍 一個人中了左臂一槍 再加上阿伊就中了兩槍 剩下幾發子彈 就是三發子彈左右 但是這個尖心傑 隨身攜帶 竟然有四十一發子彈 那麼多 嘩 它講什麼 這麼誇張 當這麼多子彈 如果被它重拆 隨時打完整個太古城 那些人都還可以 你這樣搞法 有什麼搞錯 如果計算 它起碼開了六槍 好了 大家可能會問 香港這麼嚴格 要找到這些槍械 要入口 究竟這些槍是怎麼來的呢 當時媒體《香港寧日》 就立刻做了一些research 了解過原來這把 Beretta的950 Jackfire 點25口徑的防守營 這一種手張 就是在菲律賓 做這個亞洲的代理 如果你在菲律賓裡面 郵購 是有機會在菲律賓裡面 買到它的槍械、彈管 和一些子彈 可以是這樣的情況 可以記得 又或者你可以 在網上 Bit這把槍回來 只要你去一些 美國的槍械買賣 Bitding Auction的網站裡面 如果發賣這些槍械的 一些朋友 是那些 Auction網站裡面的用戶 而他們也都有美國 合法擁有槍械的州份 發出來的一些持槍的license 他們就可以在一個地方裡面 去發售他們的一些槍械 而這些槍械如果你的用戶 你報讀的地址 也都是在一些可以合法擁有槍械的 這些州份裡面 就可以將你的槍進行一些 Auction 很多的朋友都會懷疑 你這些槍械 其實有很快的機會 有些人可能就會 smuggle一支槍回來 又或者將一些槍拆散 做不同的一些零件 散件這樣 然後就郵寄回來香港 有時候可能就是寄子彈 有人可能只是寄Magazine 有人只是寄過槍管 有人寄過槍殼 分幾次這樣寄回來 收齊這麼多的郵件 你組合一支厲害的一些 殺人的一些空氣 而這一支Baretta的槍械 雖然它小巧玲瓏 但是它的子彈 它的火力 它的滲透性都挺強的 即是玩家說它可以打槍 打穿一些硬的一些物件 即是玩家說射中頭顱裡面 即是分分鐘就是這頭入 那頭出 即是都不方便有命 可以被它射中了 不會死 如果射中頭裡面 那好了 現在這個占心傑 當然就是回到去 就要接受的這個調查 而初步判定到 它就自己開了一間的保鏢公司 也都據稱它是香港的第一任 首位的這個女性的保鏢 那它也都曾經接受一個媒體 電視台的訪問 作為香港的第一位的女性保鏢 可以看到心情 心路歷程 experience 又會是怎樣 又會是怎樣 或者有些什麼的 撒家的一些的功夫 殺人的技量 defensive的一些 martial arts的一些技術 那當然 在它一些的各位網站裡面 你不乎看到它 就是手持槍枝的這個熊枝 那我就這樣看這個女人 即是男性化的一個打扮 四十多歲就乾了 這個TP型的這個物體 然後就是握槍起來的時候 就戴上這個物超 就裝是威風那樣 那也都有一些的照片 就展示了它 好像不知道它玩虎鶴雙營 虎爪工 握槍代拳 還是怎樣 就是那些虎爪 虎虎身威那樣 就擺到那個駕駛 即是可以隨時都可以保護到它的僱主 保護它的客人 幾個人都買不到身 真的那麼厲害 那好了 同時之間 警察去到他的住所裡面 也都發現了 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槍械 包括有Magazine 也都有一些子彈 這樣的情況 那這位的友仔 即是在家裡 也都有不同的一些火器 就是收藏起來的 換句話說 這條的友 就已經在家裡 不僅只有一把槍那麼厲害 那這個占心傑 也都在他一個個人的網站裡面 洩露了一些玄機出來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職業空中院裡面 槍殺他這個阿姨 那槍殺那個阿姨 現在這個舅父 就是前壓和後腦都中槍的這個時期 在這個醫院裡面就是急救 但是延遲了幾個小時之後 也就是混亂了 但是發現這個 雖然他62歲 叫尖鎮基的這個舅父 原來也都圍下了兩個比較年輕 還未成年的這些兒子 那就是家裡 就是盾成一個仇雲慘暴的這個情況 那一個80歲的阿姨 被他開槍打前壓打後腦 打死 那而這個舅父也都被他開槍 打落他這個後腦就收斷了皮 那當時他哥哥就站在那裡定定了 也都當然要協助這些警方的這些調查 那而警方也都把這個質如沖的公園封鎖了 大批的這些警員 坐槍實彈的到這個現場 那而當時香港成立了的這個反恐的小隊 也都被召這個反恐特勤隊 也都被召來到這個質如沖公園 和這個太古城中心進行協助 拘捕這個占心傑 和找一下會不會有同黨 也都是進行這些地毯式的搜索 找一些更加多的證據 那當時就是這個太古城的區議員 大家如果還記得2018年就是社會運動之前 當時的這個區議員就叫做趙家賢 趙家賢現在也是牽涉入這個四人七人案 也都在這個反送中運動裡面 就是曾經也都被一個大陸人發瘋 衝突的時間就是咬掉了他的一隻耳朵 那就是他也受到皮肉之苦 就是掉了他的耳朵 之後參選這個四十七人案 也都被警察以國安的條款控告他 也都是入罪 我記得他是認罪的 也都做有一些證人提供一些供詞 這樣這個情況 那當時趙家賢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派一個反送特勤隊 進來我們太古城 太古城出名治安好 你有沒有嚇到我們的居民 如此類推 也都被一些藍絲 就屌老母 說他這個瘋子的開槍 這個反送特勤隊進來 是不是 有什麼大不了 有什麼錯誤 為什麼不讓反送特勤隊進來 你居心何在 那些黃人是不是傻了 如此類推 這個我就不discuse 趙家賢有自己的standpoint 警方是吧 就是成立了一個反送特勤隊 屌你老鼻 是吧 花了這麼多錢 養兵千日 用作一招食君之六 擔君之糕 是不是 那當然是要找他出來屌 你耐不中曬太陽 不是他發霉那怎麼辦 是不是 動他啊他 不是他生手那怎麼辦 就是要去做一下事 這個都沒有太大的一個debate在裏面 是吧 只不過那些居民見到那些警察 何槍實彈 穿了這些防暴的這些裝飾 這樣進來 可能人不知頭不知腦 就是不知自己屋苑裏面發生了什麼的事 好了 那占心傑回到這個警察 當然要接受調查 回到警察之後 他就改口了 就不是說他和他阿姨和舅父有仇口 只不過是家庭上面的一些財產的糾紛 然後呢 就去到這個職業中公園裏面 他槍擊了他們這些親戚 那警察也都是 當然進行和他一個大起底的工作 是不是 然後發現了他曾經去自己 已經起了一個個人網站 個人網站裏面 亦都說了很多和我這四個受槍傷的 親戚的這些家族情仇 他們說過什麼呢 曾經開了一個網上的商店 售賣一些的產品 而這售賣的產品 竟然就是剛才被槍殺的這個尖少方 有份 也都有這個尖前驅的舅父 也都有這個小舅父的尖鎮基 和尖少衛的細衣 四個親戚加起來 他的收價好就是44444元 死死死死死死 包括他的兄長尖敬東 如果大家幫我收了這批貨 那我就給回44444元 或者很明顯就有一些暗示 就是買空殺人 幫我堆壞了這五條的彈散 444444 5.4 那就搞定了 這個招標殺人的情況 也都說了很多的一些個人抱怨 對這些家人這些親戚有一些不滿 又說到他們害死他母母 又說到他們對他母母不公平 也都說給他網站裏面公佈了 這些親戚和他母親的過節 也都是爆勇說 阿婆原來在南風新村 有一宗單位留下 這些親戚不肯賣單位 讓他母親說沒有及時收到 應得屬於他的遺產的一份金錢 拿不到那些錢 沒辦法及時醫治他的母親 他母親在2015年就死了 如果要分到這些錢 我可以拿錢好好地照顧媽媽 媽媽不會那麼快死 有這樣的情況 也都是將他和他親戚裏面 whatsapp的一些對話 就post了上網裏面 分金同味 公知同好 畢竟是給全世界聽 在這個網頁裏面 已經看法到他 有很多的一些動機 就是因為親戚可能是在迷產上面 進行一些拍賣 是不是很及時 早些給他錢救他媽媽 遷路在這些親戚裏面 同時之間他也遷路 香港的醫療系統 也都是相差一些 照顧過他媽媽的一些醫護人員 公佈了大量的醫療文件 這些醫療的文件 就展露了出來原來他媽媽 接受了這個治療時期 當時的一些病歷的報告 也都是說 這群人肯定有醫療事故 如果不是我媽媽 怎會被他醫療 就這樣看脊臉所有的事情 這位是公還是那 還是男扮女 還是半公那 tom boy的人 我就這樣聽完這些資料裏面 看到這麼多的新聞 我發覺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對他的現狀很不滿 首先他對他的性別很不滿 作為一個女性的人 作為一個男性的一種打扮 很明顯他就會覺得 女性是一個很inferior的性 要做一個男性的打扮 要學習男性的一些智慧術 槍擊術做男保鏢 做得到 他就突破了他的女性 鮑魚的一個局限 有條嘲嘲 做什麼 命女注定難以強求 他一出生就沒有那條賓州 沒有賓州 都沒有辦法 就算有都可能會很小 就算給這條賓州 他都會抱怨的人 就這樣聽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他對任何事情都不接受 不滿足 不滿意 甚至是毀過於人的這種傾向 將所有他釋逢到不逆他意 不對他心水的事情 就是對方對他不對 譬如醫死他的老母 一定是醫生和護士的責任 他媽媽要住這個公立醫院 受這個公立醫院的系統裏面的治療 就是親戚的責任 因為親戚沒有及時發售外婆的單位 令到他分到一份錢 讓媽媽可以有好一點的這些治療 好一點的老人院去照顧 甚至請人去照顧媽媽 媽媽不用死 有這種這樣的情況在 你可以看得出 這位占心傑 對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滿足 而另外 又要回答他原來這個真名 就叫做魏朝霞 魏就是魏國的魏 朝就是朝陽的朝 霞就是這個晚霞的霞 追溯回原來他這個名字 就是他在天津北京出生的時候 這個名字 他就應該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些人 和媽媽和哥和爸爸 然後就是原本就是在天津的一個地方 裡面來生活的 而媽媽就在她八歲的時候 就有了這個精神分裂症 那整天也有些幻聽啊 幻覺啊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有一些的指示 她媽媽就應該就回去了這個 中國裡面呢 就是照照顧他們 所以就不回到這個香港 但是後來呢 就在這個七十年代 尾八年代頭 就是下來了這個香港呢 就是做移民 做新移民 就是造成我們那時代的家產 那下來這個香港裡面 那媽媽也都 因為有這個精神分裂症啊 那時候有幻覺啊幻聽啊 那她也都在這個情況之下 她和媽媽也都是相依為名 好好照顧媽媽 有一個非常之好的這種情義 那下來香港 那當然啦 就是言語不通 又要學廣東話 又要頂住香港這種 那麽要命的 這種填納式的教育 那就是開始接受不到 香港這種密集填納式的教育 這個學習上面又追不上 那些分數又不是多好啊 那也都令到她呢 就有一種的感覺 就是覺得在香港裡面 生活就很不注意 那也都在一些子女行間裡面 那些網站裡面 也都有曾經說過這一樣東西 那她的親戚呢 那也都在這一方面裡面 就是都告訴警察聽 我其實就不是經常怎麼見她的 那就是她下來之後 都很少接觸的 那但是自從她媽媽下來之後 就有一些病啊 那後來去到2013年 又有個病不是多好 那就是她又告訴我們 那我們想著一場的一個的兄妹 姊妹啊 姊弟啊 那就是親情來的嘛 血濃於水嘛 多了一次接觸她們 照顧她們啊 多了一個的淮囊啊 那實情呢 就去到2015年了 那家姐呢 因為她家姐這個的尖少卿呢 就是她們這麼多個家姐裡面 就是最大那個 還大個被槍傷打死的 這個的尖少卿 那家姐呢 就有病死了 那就剩下她兩姐弟 那他們都有說過 就是警察問回她 那你們是不是有一些關於 錢債上面的問題 不是錢債上面的問題 那但是我們對一個的物業 裡面的一個的 平均分配的這個的遺產 有一些的不同的建建 因為呢 那媽媽呢 就一早就走了 剩下一個的南風新村的一個單位 那我們就覺得那個價錢 現在買就不是多好 就未適合一個的價錢 現在早點買呢 就蝕水的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大家都不想這麼快賣 也都沒有這個這麼急的 這個的迫切性 那何況媽媽的這個 剩下下來的房屋 那如果現在賣了它 那好像馬上 媽走了就賣了它 好像很爛血那樣 我們就不想這樣 有很多紀念的東西 經常都是媽媽探媽媽 和媽媽在這裡吃飯 有很多的記憶 回憶那樣 馬上就賣了它 對媽媽就好像 不是很有敬意 我們就不想 價錢又不對 不想鑑賤地賣了它 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等到 有一個合理的價錢才賣 那但是阿霞呢 就是這個的占心傑 就很想賣 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就想過有什麼的方案 那阿三哥 這個的占前區 那他就提議了 不如這樣吧 既然大家都想賣 我就拿八百萬出來 八百萬呢 大家就每個兄弟姐妹 就平均分一份 大家姐 這個死了的占少卿 那他那份呢 就分給占心傑和魏震東 等他們拿回那份 那樣 我們那天就有說過這件事 那警察就問他們 為什麼你會出來 去和這個占心傑喝茶 占心傑就知道我們有這個提議 他就沒有表達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就說不如出來大家喝一頓茶 就是你媽媽的病故支持 又照顧我們 不如出來拍一面喝一頓茶 等我們請你喝茶多謝你 我們都沒有為這件事件 就是拍板的 都打算出來喝茶的時候 就聊聊天 這個占心傑呢 我們以前供他讀過書 有接濟過他的 有幫過他的 他的家人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都有接濟過他 雖然沒有怎麼見面 但是他媽媽有病 我們都很關心 可能他覺得我們都照顧他媽媽 媽媽就走了 現在又有這個關照 就是拿錢出來買了遺產先 分錢給他們兩兄妹 可能他們都覺得是這樣 想多謝我們喝一頓茶 我們就不以為意 出來和他喝一頓茶 沒想到會搞出這樣的事 好了 究竟當時他出來喝茶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 我轉頭當然會跟大家說說 當時發生了什麼情況 好,讓我回回氣 轉個鏡頭和大家說 究竟當時他們發生了什麼情況 會槍殺了兩個親戚 這裏就是當日安法 的地點 即是魚沖公園 他們一家人在這些涼亭那裏講素 他們首先過在那邊商場 喝完茶之後 就過了來這個公園 發生槍擊我就是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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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幾多人在這裡做運動 休息一下 請問別人 請問別人 有請問別人 是嗎 請問別人 要請問別人 我就是要求別人 請問別人 請問別人 好 回來了 當時的親戚提供的口供 警察大致上都可以覺得家庭財產的糾紛 而動了殺擊 當然 占心傑被控兩項槍擊傷人的罪名 以及兩項槍擊殺人的罪名 謀殺的罪名肯定是甚麼 證據 人證 物證 全部都 環境的一些客觀的證據 全部都齊齊 律政司就落案控告 他就不是一件的難事 這宗案件亦都是非常直接 但反而大家都很想了解 為何會有甚麼仇口導致他想殺人呢 而當時上課的時候 舅父和死靜的阿姨 都說回當時的情況 就是在2018年6月26日 占心傑約了舅父和阿姨 去太古城喝茶 約他們1時去喝茶 當時他哥哥也有出席 大家收到他的邀請 都是希望多謝他們 亦都是去discuss他們的財產分配的問題 亦都是希望表示一個gratitude的感激 舅父電八百萬出來 早些分配這個遺產 對他們子兄妹兩個的關照 誰知道這個占心傑約人1時半喝茶 李魯美他遲了一個半小時至短頭 全世界就在那裏等他 這個占心傑來到的時候 就沒甚麼出聲 就按勾勾 周圍就看一看手機 摸一下自己的隨行的一個袋子 兩頭夾 自圓自語 這一個情況 那些舅父都覺得他一直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占心傑其實他原本叫魏朝霞 他2000年他才改名的 但是他似乎下來香港 就不是那麼如意 fit in 不到那個society 交際應酬那方面有問題 又覺得自己阿燦被人欺負 學業跟不上 甚至無呢 就是經常都覺得他自己很夠厲害 但是只不過下來香港就沒有資源 如果他在香港出生 他就搞定吃本麵 他在大陸裏面出生 所以沒有這些足夠的資源 又沒有這些朋友 所以在香港裏面 又覺得那些人不友善 所以令到他的命途多結 這樣的情況 那舅父就很記憶 當時他坐定定在這裏 就是頭髮髮髮 自言自語 看來看去 差不多 等了你一點鐘 等你一個半鐘 差不多到兩點半 大家就說 哎呀 差不多人家都要打仰 都要下場 他們就決定繼續去這個 即如沖公園再談 那說開呢 就說 阿霞 你做了些什麼 他現在就開了保鏢公司 即是保護些人 那樣 那說不如我去公園裏面 就表演一些負責 啊 武術啊 給你們看一下 那些外人家就都好 去看一下他表演 這樣的情況 不如有詐 那剛才也有說過 他接受過媒體訪問 他們是香港第一位 去海外接受訓的一個女保鏢 受訓又不是接受訓 受訓的女保鏢 那 姨媽姑爹 覺得他沒有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跟上去 那去到之後 即是又說回遺產的分配 那他就跟那些姨媽 和那些阿姨啊 舅父就說 好啦 我會和阿哥回去再去想想 那我沒有拍彈 決定接受 舅父的這個安排 而那些阿姨呢 亦都說時間差不多了 三點了 我們都要買菜 要收拾東西了 要走 那在這個長凳 那些地方裏面 就收拾細軟 而這個時期 這個占心機呢 占心傑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情緒上面的 起動啊 或者是有任何的 大家吵架啊 喊撒啊 而令到他突然之間 就有什麼情緒暴張 跳濟啊 拔槍啊 沒有這件事 詩詩然在他隨行的背袋裡面 拔了一枝 Baretta出來 然後就朝他的阿姨啊 阿姨在收拾東西的時候 就在他後腦下 就開一槍 然後再在他前面 就補一飛 然後這個舅舅不如有詐 已經在走著 都還沒看回頭 又被他朝後腦 就砰一槍 就打正這個後腦裡面 然後又開槍 射正這個大舅舅 尖前驅的這個手臂 然後阿姨呢 驚惶之餘 都還沒定起來 發生什麼事 就砰兩槍 就打中他左邊身裏面的 一個上臂下臂的部位 那麼 沒有即時弊命 但是 就受重傷 就是 倒在血泊當中 就是他哥哥就呆了 附近的 屠人馬上來 就潛滿支援 然後他就 見有人知道 那麼 立刻就走了 那麼他又沒有繼續 他再補飛 打死這個舅舅 還有剩下一個細衣 那麼馬上就朝了去 這個太古城中心 這個地方就是飛奔 整身血跡 那麼 剛才已經是解釋了給大家聽 那我就不再重聚 他這個被捕的 這個經過 那麼 當時的 家人當然就呆了 也都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做法 那麼 到後來就 庭上面的 這些的答辯 這個時候 那麼 而這個占心結 就 竟然就是用一個 嚴重抑鬱症 思覺失調 又說他自己 吃過兵 吸過兵 所以令到他的腦裏 當時有一些幻覺 就是聽到有一把聲 叫他射他 射他們 射他們 很快就和媽媽 就可以見面了 那樣 似乎他就是 用一種的打法 就和辯方的打法 就是說 憶武成狂 是吧 很掛著媽媽 那麼 而有一個 思覺失調的幻覺 那麼 媽媽也曾經有一個 思覺失調的問題 那麼 那麼 所以呢 就 要聽到那把聲音 要殺死他們 那麼 那麼 法官當然就會 要聽到辯方的這些 辯法 那麼 也都同時之間 就問辯方 喂 那你有沒有一些的證據 證明他有吸食過冰毒 之前 開槍前 或者他就是有這個抑鬱症 有這個思覺失調的問題 那樣 那但是當時的辯方 是沒有辦法提供這些證據出來的 只有自己口說的 那但是呢 同時之間呢 他也都是希望以懷念母親 令到他有這個嚴重的抑鬱病 那麼 也都是希望呢 用這種的方法 可以判入去接受這個 以精神病 而減輕他的這個刑責 這樣的情況 那麼 而法官後來 就到最後的這個判決 當然 就不叫制 那麼 為什麼呢 特別是這個 占心潔 進了監獄裡面 呢 仍然呢 有寫個信 就是給了他的這個 阿姨仔 的 即是靜低裡面 沒死過占小偉 那麼 還要前後寫了四封信那麼多 那麼 那麼當時未審判 他還被激留的時候 就寫了四封信給一個阿姨 那寫了給他的阿姨 就問些什麼的事情呢 就是 問他就說 我還是很愛他呀 永遠不會和他補槍呀 我很崇拜你阿姨 很愛你呀 這樣 那就是令到他的阿姨 就很冷靜 就是第一 你打死了我姐姐 打死了我哥哥 打了我的兩槍 然後跟著就寫了這樣的信件 來你裸警還是震慶 那很明顯呢 就是他們親戚就說回呢 其實他就不相信呢 這個占心傑呢 就是有精神病的問題呢 而影響到他的幻覺 而想槍殺他們的 他覺得這個占心傑呢 一直都抱著呢 就是對他們的家人 對他們的家人不好 是不是 欺負他媽媽 死了那個的二家姐 這個占少芳呢 就騎著他媽媽 經常針對著他媽媽 甚至毛呢 他媽咳咳 這個占少芳呢 就大聲一點 他咳大聲一點 就 他們這些親戚呢 就對他們很不尊重 甚至毛媽呢 死了那個時候 在寧堂上面呢 他們的親戚呢 還有說有笑 就是面露笑容 沒有一個哀傷 沒有一個流眼淚 很不尊重他媽媽 很不尊重他媽媽 這樣的情況 那麼 辯方 也都當然就說 其實不僅止他這個 抑鬱症的問題 思念忘母 也都是他每一天 睡得不好 經常掛著媽媽 天天都傷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到他的心神 一直以來 就是這個精神衰弱的 那麼 而這個的親戚 也都有講過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呢 就經常呢 都跟我說一個 追著要解僱一個 遺產的一個問題 但是當時我們都說過 因為那個遺產 不想急急貿貿然去發售 那麼 他就始終 都是把責任 就是說我們 如果早些買呢 讓我媽媽死之前買呢 那麼就可以 拿到的錢 就醫治到她媽媽 但是始終價錢 還有很多的記憶在裡面 他們就不想買 那麼這個占心傑呢 曾經呢 也都跟他的辯方那邊說 很痛恨他們 為什麼呢 有親戚曾經跟他說呢 就是說 你媽媽死之前買 我怎麼知道你媽媽什麼時候死 怎麼可以這麼早去立院去賣 那麼 所以他們就覺得 對親戚就很涼薄 為什麼不在他媽媽生前賣了一層樓 拿到的錢 他媽媽可以過得好一點的生活 那麼在這一方面裡面呢 親戚之間呢 都有一些的矛盾 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也想跟大家說說 究竟這個占心傑呢 寫了些什麼信 給他的阿姨 接二連三寫了四封信給他的阿姨 那麼他阿姨看過一封之後呢 以後呢 他收起的信全部都扔夠了 他就不看了 那麼那封信怎麼說呢 他說 喂 阿霞 就是這個占心傑的原名 對不起 你的傷勢好一點嗎 對你和舅舅阿姨造成的傷害 我感同身受 萬分纏悔 當你不顧一切又摸又跌 這樣衝向舅舅的時候 我見到是媽媽離開我時 完全一樣的痛 媽媽的離開令我太傷痛 槍堂裡面當時有九發子彈 我沒有 永遠不會對你補槍 我好崇拜你和愛你 永遠都是 很對不起 反思自己沒有做到夠好的地方 記得你的好 很對不起 我愛你 期望今生上有機會彌補 重建心中期望的美好 大哥 你真是離譜 怎麼會被人家說 我愛你 否則我再補兩票 你死了 法官就覺得他基本上 心完全沒有悔意 也都是非常之涼薄 沒有想過他對這些傷者 和死者的這些傷害 帶來他身體和心靈上面的損失 和創傷 所以也都不肯因為便方那邊說 他有一個精神病 嚴重的抑鬱症 沒有這些客觀的證據證明 他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有幻覺 而進行槍擊 打死打傷的這些親戚 所以這些很快 沒有特別大的Dispute 陪審員一致通過 兩項槍擊謀殺罪名成立 兩項槍傷人的罪名也成立 而當時的法官也都建議 好 既然辯方有說過 他有這個精神病 我就扔他去這個小籃 裡面 激流之餘 接受這個調查 看看是否再看清楚 他是不是有這個精神病 這個情況 所以他就在這個小籃 去這個服刑 如果你問我 這個占心傑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typical 大陸人的性格 就是毀國於人 大陸的國家 政府 共產黨 什麼都是人家的錯 亡我之心不死 不抵得我 要我撲街陷家產 就是來到香港 適應不到社會的問題 是社會的問題 這個社會為什麼 令到我不開心 我為什麼伸出來做大陸人 我不是這個香港人 我為什麼是一個女人 我沒有條賓州 我為什麼不是男人 是吧 今天下來之後 為什麼那些親戚 不照顧我和媽媽和哥 是吧 你們應該要理應 要照顧我們 讓我們過好一點的生活 是吧 讓我們可以盡快投入 做這個香港人 為什麼香港裡面的同學 不關照我 不和我做朋友 笑我大陸支持 是吧 不和我做這個朋友 讓我沒有朋友 很孤獨 很可憐的一個童年 你們的親戚 不照顧我媽媽 讓我媽媽病 心重 那我就要照顧得她 很辛苦 很不行 我為什麼不是一個香港人 我沒有資源 如果有資源 要我聰明才智 我就很行 是吧 為什麼你們的親戚 不第一時間去賣樓 讓我媽媽可以進去 好一點的老人院 讓得多一點的照顧 為什麼這個醫護的人 會醫死我媽媽 如果我有私家醫院住 我媽媽就不會死 為什麼進公共醫院 給這些公共醫院的 那些垃圾醫護人員 醫死我媽媽 所有事情 她提出的這些控訴 問題 全部都是一些毀過於人 責任不在我方的這種態度 典型的大陸人 不懂得反思自己的問題 不能在疫情裡面 為什麼她不自強 而是將所有的問題 歸咎在旁人 而不是她自身本人的 這個情況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法官看通看透 當然就不覺得 或者你用這個疾病的情況之下 去打壓你共同的官司 當然就要蹲腦中 是否終身監禁 就是這個緊 尤其是有幾封信 說你還 這個貓哭老鼠 假慈悲 懶傷悲 這樣就是駁這個阿姨的同情 而希望你阿姨幫你去求情 減刑 你真是不要想想 你真是扔你 她曾經有希望提出上訴 但是到最後 竟然還要被人駁回上訴 還要犯了一條罪 原來她在小嵐接受 這個assessment的過程裡面 曾經提出 跟這個當時 對她進行一些superrise 或者是指引的一個高級的懲教 這些主任 進行這個行賄 希望她協助她 她繼續逗留在一個小嵐裡面 然後就是 讓那些assessment的人員 證密實了 她真是有嚴重的抑鬱症 她不需要去赤柱 或者在其他監獄裡面服刑 在小嵐裡面 接受到更加妥善的 這種assessment之後 做到她真是有一個精神病的情況 然後再在小嵐裡面蹲幾輪 她就可以順理成章 就是大搖大擺這樣 希望康復之後 就是出一個小嵐 即是不需要再服刑 而希望再以這個精神病 去打她這場的官司 繼續去上訴 這樣的情況 你還要提供三十萬 去行賄一個小嵐裡面的高級懲教主任 人家答案沒問題 好,是嗎? 是呀,承認嘛 答案沒問題 將所有的證據去到這個ICAC那裡 那當然是斷糕症 你們繼續蹲監 那你可以由此始終 你看到這個人 就是想到歪了之餘 而令到他犯了這樣的問題 而繼續不知悔改 繼續希望可以想到精便 走出來 而是再犯更多的一些 教唆和賄賂的問題 那你可以想得到 這個人是絕對不適合 就是放回出來這個社會 和正常人在一起 而監獄 令到他在這個獄中裡面 渡過他剩下的這些餘生 絕對絕對是最適合 最適合的這個做法 那今次的案件 即是可能我們生命之中 都有這種的毀過於人 事情都不是他自己做錯 總之是你的問題 令到他失法又遷路於你的這些的人 簡單來說 身邊我們都有幾隻丁蟹 那這個的占心結也好 這個的偽潮下也好 絕對是丁蟹的這一種的典範 希望他繼續在監獄裡面 就是剩下的餘生 好好度過 千萬不要出來 那也都不可以 給這些人放出來 不過隨著香港 現在補充的大量的人口 這個的田番 我們離開了的香港人 大量的大陸人都會湧下來 而這些大陸人 不多不少 只有程度上的差別 都有這個占心結 或者這個偽潮下的特質 生活在香港裡面 或者你娶了老婆 是大陸人 帶親戚下來 或者你老婆都是這種人的朋友 你們好好地受 你們也要小心點 打醒十二個分精神 滿足你旁邊的大陸親戚 新移民的這些要求 滿足他們的需要 不是錯的就是你 每分鐘拿槍射狗 你都有可行 那是一件很慘痛的案件 生命中總會遇到一些混蛋 而想不到這些混蛋是你的親戚 走都不能走 避都不能避 一件遺產成雞權的問題 而引發到搞出人命的慘亡 今天老婆盡力了 跟大家說這個香港期刊 希望大家收貨 也喜歡這個故事 也警惕大家 凡事的事情 別想想,別去淫閣尖 所有事情都有解決的方法 是吧? 千萬不要毀過於人 每件事都是別人的責任 今天就這麼多 再過多一星期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各位報道